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此片 情况与预想的相差无几 更令人感到失望的是 影片在细节的处理上似乎还没有克里斯本人真实生活来的曲折 作为史密斯转型之作 虽然其在影片中的演技尚可 但实际上由于传记中人物性格的过分单一 所以基本上令这个穿着西服的肌肉男 将过早的离开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争夺的行列 但影片绝不是一无是处 虽然如水一般的平淡 虽然其励志的基调明显的令人耳膜生结 但在励志之时 那种父子之情还是忽之忽出 想来由于威尔父子齐上阵的缘故 所以演得相当真实 这也是被提名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医疗器械的推销员 主人公面临着破产的状态 妻子离他而去 他只能带着孩子一字求生 而一个果然的机会 他决定从事证券代理人这一职业 克里斯说过 当人们做不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会对你说 你也不可能做 影片的主人公便处于这种状态 最了解他的妻子认为 他这个决定不亚于天方夜谭 但他还是要坚持 人有梦想就一定要去实践 但这个实践的过程却是悲怜的 于是主人公带着自己的儿子 开始了双重的生活 白天里努力地从事着证券业务的工作 夜里则颠沛流离 公园 汽车旅馆 公共厕所 都成了他的过夜场所 为了生存 他还必须将手头仅有的医疗器械推销出去 这恐怕是他唯一的生活经济来源 影片将这两种生活集聚在一个人的身上 于是产生了一种很微妙的效果 白天里在面对客户的时候 威尔要表现出一种身份的象征来 而夜晚则完全地放下自己的梦想 去面对穷困潦倒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时候我们便发现了主人公身上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即梦想的实现与生活的窘迫 虽然看起来有白天与黑夜之分 但事实上 这两个问题交错在一起 根本就无法分清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现实中 许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生活窘迫与追求梦想 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许多人会选择放弃其中一项 于是我们看到了影片中的两个主题 追求梦想所表现出来的坚持 与生活窘迫中所表现出来的父子之情 亲情与励志成为影片的主要宣扬的内容 经过了若干细节之后 难关终于被渡过了 影片的结尾也与克里斯本人一样 奔赴阳光 整个故事看起来十分的简单 人物也并不复杂 于是许多人会扣以美国梦这样的帽子 对于美国梦 这个在评价好莱坞电影时常用的名词 笔者一直不太感冒 究其原因是许多人放大了美国两个字 而偏偏缩小了梦这个人类所共有的特性 于是美国梦变变的颇有些政治意味 甚或说到梦的破灭更有信性之心 但对于个人来说 美国梦也好 中国梦也罢 最主要的还是梦的存在 有梦才有真的追求 从剧本的角度来说 亲情往往是励志题材不可缺少的一条负性 但影片中对亲情的表现则更令人感到动心 前面说过 威尔父子齐上阵保证了这种父子之情的真实感 全情投入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片中故事的主要展现还是在于亲情一环上 威尔所扮演的主人公 直到28岁才见到亲生父亲 于是他立誓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最幸福的人 这样一来主人公事业的失败绝不是他追求梦想的动力 而是为了孩子 追求梦想的直接动力是由于想让孩子成为最幸福的人 于是我们看到的这部影片 其励志的含义便远没有这种父子之情来的深刻 影片对父子俩如何度过这段穷苦的时刻 做了细致的描写 无论是一起推销 还是一起睡于公厕之内 都体现出父亲与孩子之间真挚的感情 所以影片无论是海报 还是最后的镜头都放置在这对父子身上 这同样也体现出了导演的用意所在 于是一部被励志所包装的亲情片便由此而产生了 也许亲情 家人永远是梦想的动机与力量 这才是影片的主旨所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